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在勇士127比120小胜火箭之后 终于结束了自己尴尬的 课场全败战绩的尴尬记录 迎来了赛季课场的首胜 汤姆森以恐怖的77%的命中率 狂飙了实际三分 砍下了41分 相信 从昨天到今天 大家已经看到过太多 刚一K趟神勇回归的影片 那么 鲁鱼想提出一个小问题 这真的是好事吗 当然 汤姆森找回手感 对勇士绝对是百历无一害的 但是 当你回头再仔细看时 汤姆森10级3分 库里7级3分 维京斯6级3分 三人合庆投进23个三分球 拿下了96分 可即便如此 也只是险上了火箭7分 如果火箭是西部第一 或者东部第一 这样的强队也还好 可关键就在于 他们是西部倒数第一 所以今天 我们不再看K趟 有多么炸烈的表现 库里有多么神勇 我们一起通过本场比赛 来看看科尔目前 对于替补席的安排 球队新人的使用 以及轮换时间的调整 进一步拆解比赛各阶段 所使用阵容的优劣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首发阵容 鲁鱼并不打算 在他们身上大作文章 因为你实在很难找出 比他们更优秀的先发五火了 全队127分 首发砍下103分 占全队总分的81% 这完全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 勇士的首发阵容 依旧是处在一个 不输于任何一支球队的水平上 但问题在于 由于勇士在赛季初 决定的球队战绩 和新人练兵两不误的赛季目标 这就导致了勇士在赛季前期 用出多次的五上五下轮换 试图将争冠和锻炼新人 放在一支球队 这样的事情 显然是难比登天 前无古人的 通常来讲 由于NBA的选秀机制 锻炼新人和真冠 往往是两个对立的事件 而勇士目前首发 整体防守状态下滑 和克莱销后大量出手拳 寻找状态情况 导致了勇士首发 无法将比分拉得更大 没错 往往首接8到12分的分差 是不足以让替补习 这帮年轻人 和新加盟的球员挥霍 这就需要首发 打出更强的赛场统治力 由此 就有了科尔目前 新的轮换阵容的尝试 对于目前轮换 有一个核心要点 就是阶段性 连续派上一到两名替补 并且至少保证 一名首发 一直在场上去引领替补 而不再做一下 大面积轮换的操作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画面 首节4分45秒 勇士开始了第一次轮换 将卢尼和维金斯率先换下 普尔和杰迈克尔格林 首先登场 勇士此时 选择了一个 整体防守能力 并不强的五小阵容 内线的杰迈克尔格林 其实是无法达到 五小阵容的要求 显然 这个主抓攻击火力的阶段 勇士也会在这个时间内 将进攻节奏推得非常快 库里 克莱和普尔 会大量抢一些半转会中的三分 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 此时这个轮换时间 已经是首节 第二次暂停之后的时间点 没错 克尔已经尝试 通过拉长首发五人组 统一在场的时间 来提高首节 取得更多分叉的目的 在此之前 勇士通常习惯在第一个暂停 也就是六分钟的样子 就开始进行轮转 而现在已经有了改变 当然 这或许也跟克尔 迫切想要拿到这场 克场首胜有关 另一个点 则是克莱上场时间的增加 这点在预想之中 在先前轮换中 普尔会作为轮换克莱的人 率先先登场 而现在 在克莱逐渐进入比赛节奏之后 其整体的出场时间 拥有了改变 首先还剩三分钟左右 格林与汤姆森下场 兰姆与迪文勤走登场 勇士依旧是三个后场的小志荣 我们在这里 再稍微聊一下兰姆这名球员 从目前的赛场返回来看 其实 勇士替补洗礼进攻端上 最令人满意的球员 无论是三分能力 还是一些侧引球和无球保动 均已经很熟悉勇士 他的问题在于沉重的体型 让其虽然能更防一些 以技巧著称的小科球员 但当面对到 绝对速度为主的后场 和绝对运动能力为主的前场时 兰姆在天赋上的缺陷 和体型上的弊端 就会被暴露 而本场的火箭 恰恰同时拥有这两类球员 这也就导致了 兰姆在下半场的上场时间被压缩 说完以首发五虎为主题 问题不是很大的第一节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节 这个勇士往往问题最严重 最容易翻车的时间点 就本场比赛来看 依旧有很多问题 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我们看第二节 10分57秒左右的这一次进攻 很显然 此时在库里下场之后 卢尼替换了 接迈克尔格林 作为这个阶段的内线 依旧是保证了 我们在影片开头中谈到的 场上阵容中 必须保证 至少一名首发的原则 但这个阵容的问题 就在于 人员搭配的激情 不擅长三分的卢尼 和库明嘉 以及本赛季 三分命中率 仅有32%的敌文勤左 他们的共同出场 这就导致了 这个阵容的空间 尤其狭小 本场就是个 非常好的例子 火箭在这个时间点 采用的防守策略 就是预掩护和突破 就大面积收缩篮下围堵 甚至于 库明嘉和普尔 有两次刚过罚球线位置 就被迫停桥的上面 因此 相比较首节 科尔将库里的进攻端 牵制贯彻整节 第二节目前的阵容 在空间上 就显得非常捉襟见肘 那么 这不仅导致了 这个时间点阵容的疏分 和进攻的不利 同时 从库明嘉的角度来看 除了我们寄需望于 投篮忽然开窍以外 这样的进攻环境 对于他的打法来说 是没有增益点的 而这就引出了 库明嘉和穆迪 二选一使用的这一点 在之前聊到 关于勇士队 轮换阵容的影片中 卢瑜当时就提起过 从勇士队内 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 库明嘉和穆迪 是竞争上岗的关系 虽然他们一个是 三四号位摇摆人 另一个则是 二三号位摇摆人 而在目前 科尔必须保证 一名首发在场的前提下 相当于缩短了 一名轮换名额的使用 这就更加剧了这一情况 当然 这个名额此前 还有作为第一顺位 被替换上场的怀斯曼 不过 现在因为他在防守団的 灾难性发挥 和进攻团的不开效 已经被下放到发展联盟 从科尔的角度来看 替捕中 迪文勤佐 杰迈克尔格林 福尔和得到信任的兰姆 这四个位置是固定的 因此 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上半场 先试试库明加 其状态不好的话 下半场 再试试穆迪的情况 因此 对于勇士这两位新兰来说 其在场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而如果硬要增加时间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缩小 杰迈克尔格林的出场时间 来让库明加 或者穆迪其中一人 更早地在首结就两项 而对于两者目前的特点来看的话 顾明加在单房上的效果 无论是房内还是房外效果还可以 但有一些协方意识还需要增加 此外就是他的投篮 目的的话 赛季观察至今 其似乎不太适合去防守上些 经常会出现一些 看似极其认真的防守 但遭到速度较快的 后场球员的直接摆脱 此外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阵容 本场的一些防守上的选择 效果其实也不尽容任意 我们看第二节10分40秒左右的这一次防守回合 从本场来看 科尔在这个时间段阵容中采用的是 遇到掩护 先强延误持球人的防守来阻碍进攻 再靠弱侧轮换来补顺下内线的方式 但是 这类需要靠延续来防守第一线进攻 带来的势必就是 无球端大量的防守轮转和协防 而这就需要那些协防和扫盪能力强的球员在场 但我们看看这个阵容 当上线挡开之后 下线和侧翼去补轮转的分别是兰姆和普尔 这显然从防守质量上来说是不够的 勇士也弄了不少幽灵区的切入空框和45度的外线三分 因此 就有了在刺结一个死球之后 维金斯立刻被拿上场和后来的防二三连防保护 最后 当杰迈克尔格林替补卢尼上场 其余四个首发全部回来之后 勇士的整个轮转形成闭环 杰迈克尔格林也成为了上半场常规时间段内的第一个被替换上场的替补 和最后一个被替换上场的替补 整个科尔轮转的逻辑就这样悦然直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科尔对于勇士的轮转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整个轮转的逻辑也非常清晰 而之所以称之为上半场常规时间段 是因为勇士通常会在最后三分钟内采用戴上普尔的死亡五小阵容 和没有普尔的常规首发 那么对于杰迈克尔格林来讲 其在进攻端有些进攻 从处理上来看 能够在无球阶段里跑出一些令人满意的进攻 但是对于他来说 重中之重的依旧是必须在四五号位摇摆的位置上提供关键的三分火力 当我们再去看莫杰的轮转时 基本上就和我们影片前面所说的逻辑吻合 以及一些针对于上半场效果的微调 例如本场顾名家和目的位置的替换 杰迈克尔格林替换卢尼莫杰率棋登场 至少在进攻梳理上保障质量 包括莱姆的时间缩短 整体首发提前决战来拿下这场课长首胜 影片的最后 我们再来聊聊勇士目前的混合阵容中 球队有哪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防守表现 我们拿这个第三节 库里 福尔 迪温琴佐 维金斯和杰迈克尔格林的阵容为例 很显然 在这个阵容对位到火箭时 勇士会在多个位置上出现错位 维金斯去对位封线上运动能力强的小马丁 迪温琴佐对位杰伦格林 这两点问题不大 但同样运动能力出色的持球进攻者小凯文波特 就被迫需要普尔对位 而库里更是无奈 得去对位打四号位的伊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球在面对对手身高如此明显的底线突破时 库里显得办法不多 这就不得不提到 如果勇士制服组在未来试图去交易某一球员时 就必须要去寻找一个能够在替补席中提供防守帮助的角色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